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春 今天这一集要来介绍 楼兰远真六将之一的马云露 这一集会深度分析马云露的技能 战魂的选择跟阵容的推荐 也会介绍台服我认为 现阶段T0女团的搭配方案 好,话不多说,咱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先来看马云露的羁绊 与花蛮一同上阵 马云露无视防御提升10% 火方女性武将除怒宫外 每次怒气降低时 为己方除自身以外怒气最高的女性武将恢复怒气 恢复值为降低值的60% 这招是什么意思 比如对面有曹批这些人物 曹批的技能可以扣150点怒气 但是遇到花马组合的时候 扣除的150点怒气 就会变成花马对怒气最高的武将的怒气 但是恢复值会变为90点 但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转移怒气的效果 如果你怒气最高的武将刚好怒气值820点 然后又是全队最高的怒气 那么曹批150点只要扣到两个人转移之后 那位820点怒气的立马可以开大绝 这一点就差非常多啊 那如果你刚好是换武之后的周瑜呢 换武之后的周瑜扣怒值可是300点啊 300点转移之后有180点 那好死不死刚好有人缺这180点 那就是可以立马开怒气啊 所以花马的羁绊 在对付曹批火烧这种队伍时 会有不错的奇效啊 再来我们来看马云露的普攻 他的普攻比较特殊 马云露无法释放普攻 但是在马云露回合结束的时候 他会恢复1000点怒气 所以马云是可以实现一回合一大的武将 再来怒气攻击 对敌方前排血量最低的单位 造成240%的物理伤害 若攻击后该目标血量低于60% 则最佳释放一次凤武 凤武的效果是对目标造成100%的伤害 同时恢复5%最大的生命值 这招虽然是打前排的技能 但是他是锁定血量最低的目标 而且240%的系数不低啊 重点是攻击后 血量只要被马云露压低至60% 还可以追加一次凤武的伤害啊 更别提凤武还能补5%最大的生命值啊 这招真的是蛮强势的一招技能 再来我们来看马云露的身心效果 二星的时候最终伤害提升16% 担心的时候 我方武将每次普通攻击追击反击目标时 马云露都会追加一次凤武的伤害 本次凤武附加40%的最终暴击率 若我方本次普通攻击的武将为女性时 则追加的凤武必定暴击 有没有发现这招特别的可怕 看到这招技能你们第一个想到是谁 当然就是女灵旗啦 女灵旗的噩梦玩法 有没有非常契合这招技能 重点是这招技能放在女团里面 马云露追加的凤武就会必定暴击 这也是为什么花马女团会非常强势的点之一啊 你光马云露的追击就已经快要把人家追死了 你知道吗 特别的嚣张啊 四星的时候攻击力提升24% 五星的时候释放四次凤武之后 凤武升级为凤武九天 凤武九天的效果是 对目标造成150%的伤害时 额外对目标的其他同牌单位造成100%的伤害 同时恢复5%最大的生命值 这招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当兵的时候 当兵的时候刺枪数不是会冲击冲击冲击砍劈吗 就是大概是这种概念啊 高庸在马云露的身上 有没有非常的贴切啊 我严重怀疑他的刺枪数应该蛮高级的哦 再来我们来看UR觉醒的效果 UR觉醒时凤武发动之后 马云露的无视防御增加5% 最高累积15% 非常好堆叠的一个属性 非常强势 UR三火的时候 凤武发动之后 马云露的无视防御增加10% 最高累积30% 直接变成两倍啊 再加上他本身的羁绊 那就等于无视防御率40% 40%来看的话 在马云露面前 就算你是装甲坦克车 估计你也会变成一台普通的汽车啊 防御率大大减半有没有 觉醒无火的时候 马云露受到的最终伤害降低20% 自身吸血率提高30% 造成伤害时 伤害量的15% 会转化为除自身以外 我方血量最低武将的治疗量 简单来说 马云露无火之后 能扛能打能吸血 然后偶尔还能充当补师使用 天啊 怎么介绍到现在 感觉有点在玩三国无双的感觉啊 感觉这支武将真的很全面啊 什么都灰一点的感觉啊 再来我们来看马云露的前人推荐 马云露是攻击型的武将 加三的时候推荐点强级 出手的时候 快速把对方的血量拉至60%以下 才可以触发凤舞 加五的时候 推荐点穿甲 马云露的怒弓 刚好是打前排的单位 本身又无视穿甲的能力 累积起来无视穿甲可以达到50% 相当于无视对方防御力的一半啊 加八的时候推荐点凯歌 如果搭配铝琪 从而达到快速收头的功用 加十二的时候推荐点绝境 对方只要没死一个人 买入就会越战越勇 加十八的时候推荐点秤虚 攻击异常状态的目标时 暴击率可以提升25% 那如果你遇到的是 马超、呂灵琪、太史时 这种伤害力爆表的武将 推荐你可以点这个格挡 至少在你施放第二次怒弓前 受到伤害力会大幅的下降 增加存活的几率 再来我们来推荐马云露的战魂 马云露第一件的战魂 推荐长驱直路 长驱直路的效果是 攻击的时候目标没有一个争议状态 对其最终的暴击几率跟暴击伤害都可以提升 甚至UR觉醒之后 还有50%的几率驱散目标一个争议状态 重点是优先驱散持续治疗状态 这个战魂就非常的实际 毕竟不管碰到什么队伍 对方基本上都会有争议状态吧 所以我觉得长驱直路非常契合马云露 再来就是如果你完全不想给对方活路的时候 那推荐你可以使用暴裂冲击 马云露只要待在女团里面 女性的武将普攻之后 马云露的追击是必定暴击的 所以一回合里面你其他的五名队友 如果都是女性武将 五次普攻你就可以追加五次必定暴击的效果 再搭配上暴裂战魂的特性 基本上就是把对手往死里打 至于长驱跟暴裂你要选择哪一套战魂 这个就有点看个人 毕竟见仁见智嘛 再来我们来说一下马云露的阵容搭配 说阵容搭配之前 先跟各位昨天观看潮批那部影片的玩家说声抱歉 昨天在推荐潮批阵容的时候 我是没有去调整他的站位的 往后的影片我也会注重百位这个问题 免得造成很多朋友的误会 这点先说真抱歉 OK那还有一件事情 我拍影片的时候都是以当下的版本下去分析的 所以我推荐的阵容是不会出现未来第二期 第三期甚至一些还没有进入普池的角色 所以你要留言跟我探讨阵容的时候 尽量不要提到第二期第三期的搭配 因为我个人相信一代版本一代神 好台服目前现阶段的女团版本 我个人认为是吕灵琪 真姬 花蛮 王翼 貂蟬 跟马云露 值得注意的是马云露一定要在6号位 因为马云露不会普攻 不需要浪费前排的位置 吕灵琪 真姬 王翼 貂蟬 这四只角色换武都开了 所以算是版本的解答 吕灵琪不用多说 提供稳定的爆发 增加收头的能力 真姬提供女性队伍的加成 并且充当办事的坦克 花蛮作为马云露的羁绊 本身也有不俗的输出能力 并且还长得特别的可爱 王翼拥有换武之后 也是属于当下版本的女性T0 貂蟬就不用多说了吧 女团一定有她的位置 既然都选择了女团 一定要有一位颜值担当 以上就是我认为 目前版本T0的女团角色 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欢迎下方留言共同讨论 每则留言我都会看过并回复的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制作一部影片通常我都需要处理6-8个小时 希望正在看这部影片还尚未订阅的你 记得帮我点个订阅 让我更加有制作影片的动力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啦 我是小春 咱们下次见 拜拜